离婚时为什么大多数男人都抢的要孩子 十有八九是这几个原因 有一位朋友女儿出生后一直就是她在照顾 丈夫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的次数取之可数 因为长期分居夫妻感情不慕决定离婚 离婚时男方却坚持要自己带女儿 说女儿毕竟是自己的不能跟着她 只有答应了这个条件她才会跟她离婚 朋友想不通 女儿出生后男人都没看过几眼 现在却要抢的要孩子 她到底怎么想的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军 他和陈俊生离婚时也是这样 虽然孩子的感情给妈妈很好 但毕竟是陈家的独子 他们是不可能让罗子军抚养孩子的 尤其罗子军又没有经济条件 直到那一刻罗子军才知道 他一直错了 他可以离婚 但孩子一定要跟着他 之后和陈俊生打官室争夺孩子的抚养圈 曾经恩爱的夫妻对簿公堂 失破脸皮 最终靠着朋友的帮助赢得了孩子的抚养圈 那么在离婚时 为什么大多数男人都抢的要孩子 我想十有八九是这几个原因 觉得孩子是自己家的 不能跟着别人行 这是大多数男人的想法 不管是女儿还是儿子 都是自己的苗 他不允许孩子跟着前妻 也许将来前妻改嫁 孩子也跟着改姓 他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跟着别人行 那样的话 他和孩子就没什么关系了 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一定要把孩子的抚养权争取到底 而且自己有经济实力 前妻在家养尊处优 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带孩子 他一定要把孩子留在身边 孩子的爷爷奶奶不同意前妻带走孩子 当夫妻感情不合要离婚时 最舍不得孩子的恐怕就是爷爷奶奶了 现在的孩子一出生 都是老一辈带得多 他们看孩子比父母更亲 如果前妻要带走孩子 那就是带走他们的命 他们绝对不允许 为了父母身边有个伴 也为了孩子有个更好的环境成长 他选择和前妻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这个孩子是父母的寄托 也是他的希望 留下孩子就有复合的可能 也许他们之间还有感情 只是迫于无奈走上离婚的道路 但他的心里还有他 不想和他轻易分开 所以要留下孩子 这样的话 他会经常回来看孩子 他们之间还有见面的机会 也许还有复合的可能 而且孩子是他们的结晶 看着孩子就会想到他 想起他们从前快乐的日子 这让他觉得以后的日子也会好一些 其实不管什么原因离婚 都尽量不要牵责到孩子 既然久到离婚这步 肯定是彼此之间出了问题 感情维持不下去才会分开 而分开之后 最受伤害的就是孩子 即使离婚也要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小 毕竟他们是无辜的 不应该成为你们夫妻之间矛盾的挡箭牌 你们还是孩子的父母 这是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的 为了孩子也应该放下彼此的成见 分开后好好生活 不必沉浸在失败的婚姻里走不出来 要学着朝前看 或许下一个转角就是你的爱